先跟您介紹一下 這款就是我們XC60 B5 Ultimate的車型 這款車的話會比較特別的部分 就是我們水箱罩的部分 它會做橫式而且是亮黑的鋼琴烤漆 那它的話也有多一個霧燈的部分 那它的頭燈的話也有做升級 它的頭燈的話是高階轉向式頭燈 它的話會幫你在左轉或右轉的時候 大燈會主動轉向 對在你方向盤往右轉的時候 可能它會往右邊轉15度 對這樣子 對那這款車的話 還有就是我們輪胎的部分會加大 它會變成是19吋輪胎 那搭配是米其林E Primacy的胎 這樣子 對對對 它就是休旅車的胎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後照鏡的部分 就是它會做一樣是黑化的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側窗式條 還有我們車頂架 也會做亮黑的鋼琴烤漆這樣子 對 是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後車廂 那這款的話因為是運動版 那我們後保桿的部分也有做一個黑化的點綴 對那車型的話它也是有電動尾門的 那也都有附腳踢功能 對那鑰匙要在身上它才會作動 對那我們後行李箱空間的話 有483公升的行李箱空間 那座椅兩邊就是整排放倒之後 1410公升的行李箱空間 對宅務空間算是非常的大 那我們後車廂的話 其實這邊有個按鈕 它是氣壓式懸吊的一個按鈕 對它的話它基本上都是由電腦去主動控制 那它會隨著你的時速高低去調整你的車身高度 去讓你的車子行事起來會更平穩 這樣更舒適 對那再跟您說明一下我們車子動力的部分 車子的話是250匹馬力 那它有搭載它也是四輪傳動的車型 那這款車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搭載輕油電的這個車型 它的話是搭配48V的輕油電 對那它的話會 因為現在的電子系統越來越多 然後多一顆電瓶去輔助我們的車子 傳統12V電子還在 對那48V的話主要用意就是 我當我在引擎起閉的時候 那就是當我在停的紅綠燈 它引擎會關閉 那在我起步的時候 那個頓挫感會降低非常多 對那起步起來 就是起步往前的時候 也會非常的滑順 對那這台車的話 就是有250匹馬力 對那它是2000cc 1969cc的一個排氣量 對也是渦輪車 對 那我們頭燈的話就是 這邊會有寫那個 Full LED System 那它的話就是會 它的大燈的話就是 比較智慧的一個大燈 對就是會主動轉向這樣 我們這台車的話都有 正副駕都有搭配 就是我們電動座椅的部分 那座椅的話就是可以做調整 往前 往後 座椅高度 然後還有腿靠的部分 都可以做升降 那還有椅背的部分 也當然也是OK的 那再來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邊 腿靠的部分 它是電動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四項的電動搖鎬 可以去做調整 那我們正副駕都兩組機一座 也可以完全依照你的身形 去做調整 好 這是我們做調整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在調整 深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調整的區域 還有腿靠的部分 可以去做調整 那當然副駕的話 調整的話 我們畫面是分割的 可以更一目了然 看到我們在調整的地方 那我們方向盤的部分 它比較簡潔一點 它的話 就很簡單 左邊的話 就是我們輔助駕駛會使用的地方 右手邊 就是可能是控制 我們中間車機多媒體的部分 左邊的部分 這個類似馬表的按鈕 按下去 它就會開啟我們的輔助駕駛 它的話可以去讓我 車子保持在車道正中間 那也會跟著前車這樣子 去做調整 加減號 可以去調整我們的速度 等於說開啟的時候 其實很直覺的 就是按下去開啟 之後上 上下去調整我的速度 那具體的部分 可以由這邊 這兩個按鍵去做調整 這邊近一點 這邊遠一點 我們總共 可以由五個間距去做調整 去跟前車 加速跟減速這樣子 那再來 右手邊的部分 是可以調整我們音量 大小聲 下一首歌 上一首歌這樣子 中間的地圖是可以做關閉的 那我們主機的話 比較特別 我們的原廠導航 就不是我們 傳統車廠自己做的導航 我們導航是跟Google合作的導航 它本身左上角 你可以看到有個LTE的圖案 它就是本身就帶網路功能 所以 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Google地圖 那我們新車的話 都會提供你四年的網路服務 那四年的話 它的話是吃到飽的 那這個車機可以登錄 跟你手機同一個Google帳號 那它最多可以登錄六次 那可以隨時去切換 那登錄之後 它其實很簡單 就跟你手機使用起來一模一樣 那搜尋紀錄會完全相同 甚至到您的住家 你只要手機設定好 就是它會直接做連動就對了 那我們這邊試試看看 我們這是我們的試乘路線 那我們中立服務區 導航點擊出發之後 前方儀錶板 跟抬頭顯示器 三者會連動 對 它會直接投射過來 那等於說 我開車的時候 我看 專心看正前方就好 那還有的話 就是我們抬頭顯示器的部分 也可以去 就是使用 但是只有駕駛這一色才看得到 那再來的話 就是為什麼我們主機會這樣子去設定 其實就是方便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可以盡量不那麼分心去操作 那我開車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用地圖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手機 聽音樂 但是現在音樂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透過原廠主機 我們這個 就直接去做使用 我們這邊可以用Spotify去聽你 最喜歡的音樂 之類的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的話 再來就是我們這邊可以連接你的手機 地圖 音樂 手機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的一些多功能的一些 軟體這樣子 對 那還有的話就是我們 有個Play商店可以做應用程式上的擴充 那甚至Chrome Beta 就是 它是我們的Google瀏覽器 它現在是試用版 那甚至在我停車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YouTube 我們是可以做播放的 對對對 它是可以使用的 它真的可以看 請求不定好熱 對有啊 對有有有 聲音比較大聲 對 這邊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的 排檔頭 那它的話 因為這個版本是運動版 那會是我們Ultimate版本 它的話就會是我們水晶的拍檔頭 一般的版本 那它就是別種材質 那它的話就是瑞典的百年品牌 握起來觸感也蠻不錯的 現傳排兩頭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它節省空間 那一次播到底 它跟前一代有做改款 你可以一次往後拉到底 直接進底檔 就不用像以往的這樣 播兩次 這跟前一代不同的地方 那往前推到底 就是R檔 那它會顯示出我們的環境的部分 我們車內可以看到我們環境 對 車子是有搭載360度環境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 可以跟我們原廠的那個客服去做連線 那就可以不用再用手機 我們這個的話 會提供你15年的通話服務 那等於說我發生緊急狀況 或者是我日常需要協助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直接按鈕 去跟客服做連線 那左邊的話是SOS 它會被緊急接通 對它會優先轉介 那其實平時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去理會它 它會自動去幫你 那如果是就是我們有一個安全系統 它的話就是一個叫緊急停止輔助系統 當你在 比如說國道上使用我們的輔助駕駛的時候 突然可能心臟病無法駕駛了 那你輔助駕駛 它會提醒你 如果你再不去理會它 它會觸發一個叫緊急停止輔助系統 對 當你手沒有握在防央盤的時候 我們的客服會主動跟你聯繫 那如果你持續沒有回應 我們客服會有相對應的一些動作 去讓你更安全的被 就是累積被救起來 對 那我們車輛會開始一路使用 就是一路繼續跟車 然後車到這種 我們車子會持續 自動閃爍雙行燈 一路往前滑行 那我們客服同時會跟你做連線 那當然你的定位會被 會被回傳到我們客服中心 那車子的狀況 跟您的狀況 客服可以即時做掌握這樣子 我們 車子的話它都會是標配是 Harmacar的這個音響 那全車的話它會裝 13支音響在我們車上 那它的整體的體驗是非常棒的 再加上我們車子的玻璃 全車都是雙層交合玻璃 對 歌音夠好才能突顯我們的 音樂音響的優劣這樣子 OK 那我們後座的部分 有兩組ISOFIX可以做使用 那還有的話就是我們後座也有兩組 兩段式的兒童增高座椅 它可以這樣一段式增高之後 再壓一下 這樣提 讓不同年齡的那個小朋友 都有比較好的坐姿 那搭配安全帶 我們的頭部腰部 都可以有更好的安全保護 對 這個的話有兩邊 對面也有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後座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一個一鏡螢幕 它可以做調整 它的話是四區的紅昏空調 可以調整你的風量溫度 都可以就是隨著你的喜好去做調整 對 那我們後方的話也有兩個 就是下方的話也有兩個Type-C的接口 可以讓你後座的乘客去充電 來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